如果要说到历史悠久 著名的 C-Segment 车弹 大家应该会想到 Corolla 或者 Seavit 可是实际上在我身边的这个 Elantra 它目前已经来到了第七代车型 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甚至比起 Mazda 3 的历史更长 这款车也曾经是我国市场最畅销的 C-Segment 可是因为市场的转变 然后原厂也转换了他们的策略 所以它已经不再主打性价比 它搭的是个性 还有独特 在今天的影片 我主要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天我试驾这辆车的感受 它跟日系同级对手的对比 还有会稍微讲到一下 Elantra 在马来西亚的历史 Eelantra 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有这一段非常长的历史 我印象中第一次看到 Elantra 是第三代的车型 而且当年的第三代 Elantra 是以 CKD 的方式翻售 只是在当年 韩国车在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冷门的存在 所以第三代的 Elantra 跟第四代的 Elantra 在销售成绩上面并没有很出色 所以大家对 Elantra 这款车应该也没有什么印象 而真正让它爆发的车型是第五代的车型 也就是 Elantra MD 在当时它采用了 Hyundai 最新的流体雕塑设计 外观非常的前卫 非常的运动化 也因此让它掳获了不少人的芳心 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它在全世界都有非常不错的销量 它在马来西亚上市的第一个月就获得了5000张的订单 所以让它带领 Hyundai 成为当年马来西亚销售榜 第六名的汽车厂商 要知道一个韩国汽车制造商 在马来西亚排名第六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可是到了第六代的车型 也就是 Elantra AD 的时候 原厂的这个策略出现了一点转变 它们引进了运动化的车型 但是也丧失了当年 Elantra MD 的性价比 所以 Elantra AD 不管是小改款前还是小改款后 它的销售成绩都没有办法和 Elantra MD 相比 而 Elantra AD 的销售成绩之所以不出色 除了原厂销售策略的转变之外 SUV 风潮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所以到了这个第七代的车型 原厂直接让它转变成一个全新的定位 你要性价比它不再提供 你要性能它也没有提供 可是它给你的是一个非常独特 非常非常前卫的外观设计 让你开出去就变成整条街最亮的载 全新一代的 Elantra 采用了 Hyundai 最新的家族化设计 这个家族化设计是从全新一代 Sonata 上面继承下来的 好不好看 见仁见智 但是它的整个硬体结构 例如说它的平台 它的底盘 它的悬吊 都采用了时下流行的设计 也就是这个低重心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高大概是180 这辆车在我的旁边其实非常的低爱 采用低重心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这辆车的操控表现 可是它和其他的日系 采用低重心平台的这个车款都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当你打开门 你要上车的话会有一点辛苦 这一具引擎 在我刚刚拿到它的这个车辆信息的时候 我跟很多网民一样是吐槽的 C-Segment 的 Sport Sedan 可是搭配一具1.6 自然进气 MPI 的引擎 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实际上 以前 Hyundai Kia 的1.6 自然进气车型 我开过三款 就是 Erantra ND Forte 跟 Serato 它们的动力表现我只可以说 而且这一具引擎 虽然说是一具新一代的引擎 可是它的马力从原本的131PS 降到了123PS 这个是让我很难接受的一点 而且它的变速箱还从原本的六速自排变速箱换成了 CVT 所以对于我来讲 嗯 这个车就是这样 可是当实际开过之后 我觉得我被这辆车的实际表现打脸了 这辆车实际上开起来并没有很有力 在时速40 之前你会觉得有点笨重 可是时速40 之后 这个动力表现就很充沛 我觉得它的精华区域是在时速40到时速110 之间 在这个速度内如果你要超车的话 其实还是蛮血液的 这一点就跟日本车以前的调教是很接近的 排气量小可是它把马力跟扭力尽量堆在前端 所以你可以享有一个还不错的加速过程 所以对于一般的日常使用来说 我觉得这个引擎的动力是more than enough 而且官方公布的0-100 加速成绩算是快的 为10.4 秒 这个成绩跟 CVT 1.8 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实际加起来我觉得它的引擎动力表现 跟 CVT 1.8 是接近一样的 甚至比这个 Corolla Altis 1.8 还有 Mazatrix 1.5 更有力 所以这个表现真的打我的脸打到还蛮痛的 可是它的动力表现就真的只是够用而已 如果你要更强的动力表现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要等那个 1.6 Turbo 的 N-line 车型进来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CVT 变速箱 原厂将它称为 IVT 这也是我第一次开到 Hyundai 的这个 CVT 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最大的不同就是一般的 CVT 其实是采用钢带的设计 而它是采用钢链的设计 这个或许是为什么这辆 Elantra 开起来动力会比较强的原因 而实际上目前在市场上面采用钢链 CVT 的舱商是非常少的 另外一家采用这种类型 CVT 的 就是我们熟悉的 Subaru 总结这个引擎动力配置中规中矩 如果你不是对这一个动力有特别大的需求 这辆车的动力表现绝对可以满足你日常驾驶 日常代步的需求 有一点我要称赞的是 它的油耗表现在这个同级车款里面算是相对出色的那一个 我这几天都是开去买菜呀 试取驾驶多 它的油耗表现平均是在 7.3L 100km 到 7.8L 100km 之间 这个油耗表现我觉得以 Hyundai 来说是相当不错的 甚至放在同级车款里面 可以跟它比的应该也不多 以前我们对 Hyundai 车款的印象可能就是美丽吃油 但是这一次我真的看到它在引擎方面的进步 这一点很值得给赞 说完了动力配置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这台车的动态表现 这台车就像我之前说到的 它采用了一个低重心的全新平台打造 我在驾了这台车过后 我拿来和其他三辆的日系同级对手 也就是 Civic Massa 3 还有 Corolla Artis 进行一个对比 我发觉这台车的动态表现跟它们对比的话 其实还是输一点点的 可是这个输我觉得 Hyundai 是输在经验 而不是输在技术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在车身降低之后 悬吊的行程也会跟着减短 在更短的悬吊行程下面 要怎样照顾到舒适性和操控性 真的很讲究经验 因为更短的悬吊行程要吸收碎震 没有办法像长行程的悬吊一样吸收到那么干净 像是 Mazda Honda 还有 Toyota 在研发汽车的经验上面 都比 Hyundai 更丰富 所以它们做到了很好的设定 像是 Mazda 它就直接运动化 所以悬吊会弹调一点 Altis 和 Civic 就中庸一点 操控还不错 也有舒适度 至于 Elantra 它的悬吊是舒服的 可是碎震很多 这个听起来很矛盾 可是这个就是经验上面的差别 因为 Hyundai 还没有技术 可以把这个舒适性还有操控性 做到一个两者坚固的情况 所以我说在底盘的技术方面 Hyundai 是不输他们的 只是经验的问题 导致了这个 Elantra 的普通版 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而且还有一点只要说的是 这个普通版的 Elantra 候选料是 Trotian Bean 我相信同样的也是因为这个情况 导致这台车的动态表现 稍微输给这三个的日系同级对手 但是真的要讲的话 其他三辆日系同级车的平均分 我个人大概会给85-86分左右 Elantra 是 81-82分 差距实际上并不是很明显 还有一点就是 Elantra 的方向盘转动很轻很好转 很适合 City Drive 可是这样也导致这个方向盘转动起来虚伪很多 相比起 Series 或者是 Altis 他们的方向盘转向会更精准一些 不过我相信这个是 Hyundai 故意的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Hyundai 其实还有一个 Elantra 的性能版本 叫做 N-Line 这个版本操控表现应该会更好 所以我的总结 车辆的驾驶感受 它真的会稍微输给同级的日系车一点点 但是就真的是一点点而已 接下来 Elantra 还有一点很值得称赞 就是它的引擎盖 Eranra 除了底盘重心低之外 它 Bonnet 的高度也降低了很多 这一点跟 TNGA 很相似 所以在开车的时候 这个 Bonnet 是完全不会阻挡你的视线的 所以你的视野会很清楚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细节很细节的地方 证明 Hyundai 真的是在很用心做这辆车 可是这个 T-Bonnet 的设计 在你开车的时候很清楚 可是在你 Parking 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点难拿捏 有时候甚至会不小心撞到 这个有好有坏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拿捏了 我们今天的影片并不像平常的试驾影片 因为我觉得如果用平常的角度去看 Elantra 的话 你会看不到它的优点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它的1.6L 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CVT 的搭配 驾驶坐姿的用心等等的细节 这些根本都是你必须去开这台车 你才会感受到的优点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来呈现这辆车的优势 如果你觉得在动力的部分 你个人不是很相信的话 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试车 然后跟这个销售员讲让你跑比较长一点的路 那么你就可以感受到这辆车的1.6L 自然进气引擎的实力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 关于这台车 我个人目前只有一个看法 觉得需要改进的就是它的引擎 对于没有错 虽然我说它的这个1.6L 的自然进气引擎 动力表现还不错 可是实际上消费者给到这样的价钱 他们要的就更多 所以我建议原厂可以考虑把国外 就例如说中国还有其他市场的 这个1.4L 涡轮增压引擎 带进来马来西亚市场 虽然说这具引擎的马力并没有很高 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我给到这样的价钱 如果是涡轮引擎的话 我的接收度会更高 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不过说实话 这台车原厂都不打算走量的 所以我相信未来这个引擎升级的可能性 其实并不高啦 所以真的要性能很强的Erantra 我们就看看原厂会不会引进Erantra NLive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另外大家可以留言看看 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介绍风格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接下来影片我们都尽量采用这样子的风格 让大家更容易的了解到这款新车 好啦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